咱家老铁啊 你们在骑着自己的小三轮的时候 晚上夜间行驶 在国道上 有没有困扰过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 对方车来的时候不会给你变光 强制你眼睛变化的这种可能 那么今天这个问题 我解决了 也是为了以后啊 跑夜路能够方便 我换了一对辅助灯 是未来之眼的 F150 咱们现在是晚上啊 我们一起来出去看看 这个灯光怎么样 NICE 近光是吧 把远光开开 好 好了兄弟们啊 现在这是 未来之眼的一个近光 咱们再把远光开开 远光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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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把远闪 再按 再按 把近光 咱们给大家看一下 原车灯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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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车灯的这个近光灯啊 好 这是原车灯的近光灯 我们再来看一下原车灯啊 你看就这样的啊 现在我们把它给关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之眼的近光灯 啊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远光灯啊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这个闪光 啊 我们再看一下左右闪 平常闪 啊 回归近光 看见没有 怎么样 兄弟 啊 我选的这个150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吧 对吧 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灯啊 刚装上 我还没有去 呃 去去那干嘛呢 没有去把它重新给铺下过 为什么呢 因为着急去吃吃东西 所以就没有 没有弄啊 明天吧 明天晚上会找个时间啊 把这灯光呢 所以给摆一摆 两个灯架往旁边移 这样的话呢 他灯打出来以后啊 他的宽度就非常好 无论是远光和近光呢 都是非常的漂亮啊 再两天呢 呃 我要去趟房城 正好呢 算是一个小长途 我们可以在国道上 来测试一下这个灯光 究竟怎么样啊 目前为止呢 看着还算是不错 最起码比原厂的车灯 要好得多了多了 那吧 哎 这样的话 因为年龄大了嘛 这眼睛会容易花 有了这个东西吧 最起码呢 就能照路啊 就会照得更清晰一点 这样夜间行驶的时候 还是比较安全 但我一般呢 还是很少 呃 晚上来去骑你的车的 但是有的时候吧 这要有些什么特殊情况啊 他没有办法吧 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好吧 那得 咱们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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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